您可要看好了 这是网上特别火的白菜炖豆腐的新做法 清淡营养不油腻 特别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使用 记得保存收藏哦 首先准备4个顺产的鸡蛋 不用打散 直接倒入锅中 煎制定型后翻面再煎 煎制三面金黄 用铲子把鸡蛋切成我嘴巴大小的块 不知不觉 我已经更新了一千多道美食作品 还没有得到您的小红心 真是太惨了 这个视频您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猩猩吧 谢谢了 一定要加入105度的开水 倒入豆腐 放姜丝 先炖10分钟 再放入切好的白菜 灵魂是放一勺 这个松茸鲜 配料表特别干净 只有松茸 筋骨 胡萝卜等多种果蔬 都是天然的食材 老人和小孩也可以放心吃 我家的鸡精 味精都换成了它 最后另上香油即可 白菜炖豆腐 这样做汤鲜味美 经济又实惠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比状紧观看 优优独播剧 赶紧观看 明镜头